宫崎县内的水产业 在南北方向延伸的宫崎县,海岸线总长约400公里。 海上有从南向北流淌的日本暖流,从北向南流淌的洋流会流入沿岸区域。 此外,来自陆地的几条大河将营养丰富的水运到大海,形成了优良的渔场。 因此,宫崎县的鱼业产量和产值都是居日本全国前茅。 在宫崎的海洋能捕获各种各样的鱼。 沿海地区可捕获随着日本暖流迁徙的坚鱼及金枪鱼等, 而在县北及县中心地区还能捕获大量沙丁鱼、竹甲鱼及青鱼等。 此外,利用鱼龙养鱼的养殖液也很繁盛, 尤其湿鱼类、青干身、红干身的产量颇多。 丰富的野生青鱼 宫崎县北部北浦鱼鞋、岛浦鱼鞋主要可在3月到5月期间 大量捕获超过30厘米的体型良好的台坝鱼——花腹青。 全年捕获量超过25000吨。 捕获到的九成青鱼是台坝鱼,一成是花腹青。 从严航2月的后半个月开始, 每天早晨都有通过中心围网捕获的大量青鱼在码头卸货。 满载而归的渔船接二连三的到港卸货搬运到加工厂。 用于出口的高品质青鱼的制造介绍。 在港口辨别上乘青鱼。 从码头卸货的青鱼中甄选适合出口的高品质青鱼。 为保持用于出口的青鱼的品质, 必须要在码头卸货时选择没怎么进食的青鱼。 如果体内残留耳料,更容易导致腐坏。 仅从青鱼外观看不出吃了多少耳料, 所以会抽样开膛确认鱼味的膨胀程度, 由此判断是否进食, 尽可能采购没有进食的青鱼。 从这张图能看出, 右侧的鱼中上面两条吃了很多耳料, 所以选择像下面三条那样没怎么进食的青鱼。 5号时间 迅速按大小对采购的青鱼进行分类, 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冷冻。 青鱼本身就是一辅的鱼类, 因此要在码头卸货后争分夺秒地实施冷冻, 抑制品质下降。 使用最新分碱机。 洗净的青鱼会依次通过三台分碱机, 每小时能按大小分碱25吨青鱼, 和水一起接连放入被称为鱼盘的金属箱子里。 此后在快速冷冻库中迅速冰冻, 维持青鱼品质。 为了维持品质, 在快速冷冻库中冰冻后, 需要实施分离青鱼冻块和鱼盘这一容器的作业。 在这里能自动分离冷冻青鱼所在容器和青鱼冻块, 每小时处理量高达20吨, 高效进入冷冻库保管。 因为分离作业迅速, 快速冷冻库可随时保持腾空状态, 无论何时有大量青鱼卸货, 都能及时应对迅速冷冻, 生产高品质青鱼。 最后, 我们携手与享受海洋馈赠的所有人, 一起保护并养育海洋, 传给下一代。 为此, 我们在日本九州的宫崎加工丰富的海产品, 将在保持优良卫生条件的加工厂制造的上层加工品推向市场。